同样都是父亲 威和三个人的差距却很大 姜元柏作为当朝相公 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 把姜黎送到了真女堂 却不闻不问 这就是因为不愿意 让女儿的名声影响到了自己 毕竟姜黎背负着一个 拭目杀地的罪名 更虚伪的是 却还要将姜黎的母亲 叶真真 看作自己之爱 经常回忆的时候 一脸深情 但却从未想过要替姜黎主持公道 最后之所以会接毁姜黎 也不过是因为 真女堂堂度撕毁外难 无奈之下 才将姜黎接回家中 而姜黎重回姜家后 虽然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情 但却依旧得到姜元柏的容误 而在之后姜黎为自己父亲告一状的时候 姜元柏为了自己的名声 还是认下了姜黎 在姜元柏的心中 姜黎真假与否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的姜黎能给姜家带来好处 那她就会相认 可见在姜元柏的心中 权力和名声远远大过于亲戚 甚至对于自己女儿姜黎的去世 一点也没有感到心痛 是真正的无情无疑 而且对于贾姜黎薛芳飞的包容 也不是想要弥补曾经的过错 不过是因为薛芳飞做的事情 对他们姜家来说 也有一处 更重要的是 她不愿意让姜家名誉受责 自己背负一个骂名 所以 才会选择认下姜黎 相比于姜元柏的虚拟 姬燕林就更加无情了很多 为了能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 姬燕林付出了自己两个女儿 可以说 自己在朝中的地位 都是靠着两个女儿争取道理 姬家一个女儿嫁给姜家 另外一个则成为宫里闯妃 而姬书然还在归宗时候 看上了画师柳文才 但是姬燕林却根本看不上一个穷酸小子 所以就亲手了结了柳文才的手 让其没法再继续做好 为了能让姬书然成为相国夫人 还涉及陷害死了叶真真 还逼迫姬书然一定要嫁给姜元柏 否则就让她嫁给一个傻子 最后姬燕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而姬书然也继承了姬燕林的狠浪 为了能打掉自己的私生子 就陷害姜林 让其背上一个世母杀地的罪名 其用心十分显乐 后面还多次设计陷害姜林 可以说 姬书然和自己父亲是同一路人 而且所有的欣慰 又都是来源于自己父亲 所以姬燕林这个父亲 根本不合格 相比于姜元柏 更加的自私自利 为达目的 丝毫不顾自己儿女死活 念牺牲自己女儿的幸福 也要成全自己 姬书然有了这样的老弟 也是有些可悲和可怜 墨浴云金中 最让人敬佩的便是薛怀岳 同样都是父亲 她的为人却十分正直 作为一名县令 自己爱名如此 也不贪污 经常还接济老百姓 对于自己的儿女 也会给他们十分好的教育 虽然家中不服务 但也要让自己的女儿学情 目的也是为了能有一技放身 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之后将离碎世当中 凭借京湛的秦迹最后夺魁 可以说 这些都是薛怀岳的言传深酒 才让薛芳妃有了不一样的性格 而在复仇过程中 各种精密的算计 也足以说明 薛怀岳对自己孩子教育的很好 而薛芳妃也为了给自己父亲申冤 相见了一切拜法 哪怕是面对长公主的威胁 也在所不惜 可以说 在薛芳妃的身上 足以看出薛怀岳的影子来 而这样三位父亲 面对自己的子女 却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做法 但归根结底 还是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 只有薛怀岳是真正为了自己的孩子考虑 这也才会将薛芳妃培养得如此优秀 性格坚韧 出落的和常人不同 相比于其他两位的虚伪 薛怀岳的教育则更加重要的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